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这一幕 我当时这种侧眼之心 我就说这是奇耻大辱 不仅是因为政治人物 因为我们看到人高位 从高这样掉下来 当然觉得有特别感受 作为香港人来看 我妈都看得哭了 看到这个新闻 看到眼泪流 你妈应该来粉他吗 不会 没有粉 因为有感情 那是很资深的公务员 行政官 简单来说 他就是陪着好多的香港人走过 香港从一般的社会 然后手工业阶段 然后经济起飞 一直发展等等 回归等等 一直等于是亲人一样 你说的太好了 它甚至对我来说就像一段历史 跟我都有一点点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20年 18我们强强19年 18年前 办这个强强三人型节目的时候 那个时候它是财政司吧 有名的财政司 有名的外号叫包胎增 他老是打个领子 包胎增 你知道吗 刚刚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穿什么衣服 因为当时要设计就是说 你每天播的节目 主持人就不要老换衣服 所以最好就是大家觉得我都是打个领结 穿这个小马甲 就说像小日本的翻译官 其实当时是咱们那个刘老板 他这么想 他说到底穿个什么衣服 是西装领带呢 还是什么呢 最后再看电视上 他说你看曾荫泉挺有风格 永远打着一个胞胎 他说文涛 结果没想到我一弄就成日本翻译官了 那你原来不是穿一个背带裤 人家以为是那个Larry King的 访Larry King 那不是 实际是访曾荫泉 从曾荫泉得到的我们千年三月型主持人 着装的启发 但是今天他进去了 其实但是你要这么说 我对他也很有记忆的 就个人记忆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他是那个特首嘛 就刚来好就是好几件特别印象 特别深刻的事情是跟他有关的 第一件事情上来那个时候 就天心码头 不是天心码头 那个皇后码头要拆 好多有的 就我刚认识的一些香港朋友 到那边去保育嘛 要保护码头 把铁链自己锁着嘛 被曾荫泉 后来不是派人 那个就是那个警察 两个人抬一个 一个一个拳 把那个垫子剪了 全都自己给锁了 那个时候他们还挺憎恨他 但后来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还有他第一次上电视辩论 跟那个于若薇嘛 他们第一次 香港第一次出现这个领导人 在电视上直播辩论 后来呢是有一次 那个人 人质就是在马尼拉那个事情 你记得吧 他当时出来的表现 他就是有点 就是作为我是香港的家长的表现 那一次他的表现 还算是让大家印象非常之深刻 他说 我这个时候就是香港 就是一个家 我是作为家长来出来说话 那个他主要是金融风暴嘛 1997年金融风暴 基本上就是说对阵索罗斯的 据说他就是香港的操盘人 操盘手 他当时财政司 跟那个任志刚一起嘛 联手捍卫香港 但是这个评价今天看起来 我发现正面的居多 就都认为他打跑了这个这个 索罗斯嘛 这个这个保护了香港的金融 也因为正面的多 所以看着他这样掉下来 甚至可能真的在法规上面犯了一些错 很多人眼中是小错 那特别难受嘛 因为他每一次啊 这么多年不仅是做过一些大事 而那些大事基本上呢都做得到 而且是对香港好的 所以呢 他那时候审判的过程里面 最后的在宣判以前嘛 人家访问他 哎 曾昌 曾先生 你有什么感想 他讲了一句名言嘛 我信任香港人 我相信香港人 其实倒过来呢 他这么多年 作为公务员的形象呢 一般来说都是 我们香港人 信任 曾应权 相信他 有些假如他做不到了 我们骂归骂 写文章 批评归批评 其实心中就想来说 假如他做不到 他真的做不到 因为种种的限制 种种外面周边的限制 或者说里面的限制 我们相信他 那相信他这样掉下来 而且他现在法律 也跟诚信有关系嘛 所以我们就特别难过 咱们看一下 他这个法庭内外的 不是 法庭内看不见了 法庭门口的一些照片 哎 这是曾因权的父亲 不太像 抱着小时候的曾因权 我觉得他没他爸长得好看 他爸当年是个警官 当然曾因权 也有他自己的款了 是吧 你再看 这是当年 这个比较春风得意 这个财政司 就是什么财政报告 公布的时候 曾因权 胖胎 你看了吗 这个 哎呦 真的是 不出法庭 这个拉着太太和儿子的手 最后妹妹还要跟这个记者的镜头说 能不能留给我们一点尊严 我真是就 就有这种侧隐之心 你再看下面 你看这是从 可能是从医院去法庭的 这个车上 就拍到的这个照片 就是你看 我现在看见那个谁啊 又在报名啊 准备参选特首啊 谁啊 也有财爷 对 你知道 要不说我还是一个对政治 说明我对一个政治不感兴趣的人 我经常有一个非常浅薄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那么想当特首呢 就我这些年看 你做这个特首都是被人骂 而且这个多复杂的这个矛盾 整天焦头烂额 你看董建华 董伯伯就是辞职了吧 对吧 然后曾银权上 曾银权上 又是这么一个下场 然后当时唐英年 就在家里见地窖 藏你的红酒 好家伙 那个记者呀 那个老刁车啊 那个起重机上来 就拍你们家 梁振悠 你也没见啊 你的阳台怎么怎么着 我就觉得拿多少钱呢 当年 说是一个月挣多少钱 就是就是为什么 我不理解 你觉得有参与政治 没有 我没有兴趣 我只是旁观最好了 那个托克维克那时候 不是去美国 他写过一本 关于美国旅行的书吗 讲那个美国民主 他当时讲了一个 就有一个印象 他特别惊讶 他就说啊 在我们 在欧洲啊 特别像在法国 他说做政客的人 是什么人呢 就不拿钱的有闲人 就是贵族 我根本不拿钱的人 我来做政治的 他说在美国呢 政治就政客是一种职业 跟任何其他行当一样 我是收钱 我拿薪水我来做 他当时对这个事情 他一方面有困惑 觉得他拿钱 那怎么 这个利益怎么来说 另一方面 他就觉得很进步 好像把政治 当作一种职业来做 但是到今天 你看其实全世界范围内 大家就很多人说 像脱欧这种事情 大家就是对政客 变成了一种 普通职业的一种 这个失望 它里面应该 你有很多节操 有道德 你是有闲的人 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东西 现在变成了 收钱做事 收钱做事 而且这次你看 还有一个就是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尤其我一说 大家都有同感 就是说 曾银权用他的这个罪行 其实给香港 增加了荣耀 法治的荣耀 就是说 这么点事 就判 派行 入罪 什么 坐了个游艇 坐了个私人飞机 甚至是 就跑步机 什么的 就是说 到外边住酒店 对吧 这个拿自己的信用卡 刷卡 最后是 本来是公家买单 就是为了攒点信用卡积分 那信用卡积分 我都不要 你知道吗 我都从来不算 这是 哎 这是一个 可情可简 经打细算 过日子的 这么一个公务员 我的天 跟我见到的 那些的贪官 你那这 你知道吗 我觉得换了世界 就是这是个 什么情况 那没有 因为他主要是流程 流程方面 程序嘛 程序方面嘛 不管你坐了多少游艇 还是别人坐了别人的公车 公交车什么 都都不行嘛 你那个有利害冲突 他现在定罪了那一条 就是有利益冲突嘛 大家看新闻都看到 我不必重复 反而有一条罪更麻烦是说 九月要重审 因为那个无法 陪审团无法获得结论嘛 无法定罪 不能定他有罪 也不敢说 他真的完全没有罪 所以要九月要重审 为什么很倒霉啊 他可能很倒霉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判二十个月 对吧 判二十个月 你扣除假期 行为良好 早点放 可能要做个十三个月 十四个月 对吧 OK 假如干脆 现在两个罪都定了 后面的罪 可能也判你 一两年 然后呢 同时执行 那你一次过 把它做完就算了 现在不是 你先做了第一个罪 结果呢 做到九月 重审 重审 然后再开审 再审了几个月 结果你本来第一个罪 都做完出来了 结果第二个罪审完了 你有罪 对不起 再判你两年 你两年 你再要重新再做两年 懂我意思吗 假如他现在来一次过两个罪都定了 你可能只做两年 结果到时候可能做完第一个罪 然后第二个罪才定 要再做两年 等于做了四年 很倒霉 你说这个政治人物 我们过去曾经说过 就说有些学者 对吧 他研究了一辈子 他的这个理论 最后临死前呢 发现全错了 现在我们知道 你不能认为他的人生没价值 就是他这个 他一个科学家 他一个错误的见解 他也是在为科学的这个道路上 这个试了一个错 对吧 也是一个有价值的 但是有时候你说 为什么说这政治人物 这个晚节 就是你要服务香港四十年 说我这辈子 抵御金融风暴 我就老在想 我说这个人生 最后坐在监狱里 说我这辈子 干什么了 你说我这辈子 该就如何交代 因为像这样的人 我相信他是希望青史留名的 对吧 做到这 这将来想起来多糟心 那也不一定 他的可能有一种 我没做过 就不知道 但我想有的时候 人也有种重新的思考 你记得他的 那个number two 他的第二把手 那个许世仁 现在跟他在 从一个监狱里 还有那个谁 那个小甜甜的 那个风水先生 那个也在 从一个监狱里 对 他们仨 能放一块 枪枪三言行一下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中文字幕提供 嘉惠你说 就说他深圳那楼 我就过去 我住深圳就在我前头 我天天看500平米 说一年如今8万 东海花园 就说这个事 说什么 他申报广播的牌照 好 这里边就有一个就是说 你也没有证据说明 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 这有的时候 一个政府的官员 他是不是会面临这么一个情况 对 因为现在我刚说到 有一个罪 没办法要重审 因为没办法达成判决 就是讲 因为这个罪 就是说你收了好处 替人家解决难题 对吧 一般逻辑是这样 假如能够证明你收了好处 解决难题 那就定罪嘛 就拿到牌照 就给就是说 证明你给我便宜的租金 我牌照就给你 那当然这是不当 对 现在很重点 我看到新闻评论 有一个说法 是说 没办法证明 后面 你收了好处 就真的后面有做事 因为审判过程里面 好多以前的官员 都向庭说 没有 特首办 曾应全 他的旁边的人 没有给过任何的指示 没有给过任何的眼神 反而是提醒 按照规矩来办 那这没办法证明 他受了好处 你要做事 那 有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曾应全 香港人 香港仔精神 经常说他香港仔 就蛊惑 就聪明 精明 可能有一个说法是说 他根本 他作为特首 他知道了解 根本我不需要 做任何的事 只要按照规规矩矩 你本来就是你的了 以你的本钱 你就能够拿到 那个牌照 我根本不需要 做什么事 所以呢 我根本没有妨碍 这个事情 那你给我便宜 我就拿嘛 我也没告诉你 我要替你做事 我不拿牌不拿 糖衣炮蛋的 糖衣吃了 所以呢 不拿牌不拿 可能啊 有一个说法是说 站在曾应全的角度 是说 我没有做伤害香港的事啊 因为我不管 拿不拿钱 拿不拿好处 那个事情 那个牌照 这是它的 我没有影响 可是你这个当中利益 所谓就是说 你没有申报利益 没错 申报利益是很关键的 没错 俊俊啊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条罪 第一条罪 是那个定的嘛 不仅是申报利益的问题 是那个利害冲突的问题 它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对啊 那个是 所以我听着 就在这才哪到哪啊 我跟你讲 你看我就说 我们在谈这个 呃 我听到的 你好比就说 哎 不是多高级别的啊 也不是北京的 什么高干子弟 就是某一个地方 就是内地的某 某一个地方 你知道我听他们 那个那个贪官 能你那个高干 那个那个当地的 当地的那个领导 当地的那个领导的儿子 就是他就说 小地方的高干子弟吧 当地领导的儿子 怎么收钱 我跟你说 也一点不会干预 正常的程序 他根本就不会跟他爸说 工程招标嘛 工程招标 三家都给他送钱 三家全收 钱全收 因为在照你所猜的 就是说 哎 就是说因为他知道 必定这个人会中标 但是这小地方 这个这个高干子弟啊 他知道 必定有一个中标 中标了的 你知道是我帮了你忙吗 收了你钱吗 没中标的那两个 你敢要回去吗 你敢要 就霸道的这样啊 你知道就有些小地方 我不敢说多高的层面 就霸道的这样啊 所有人的好处都拿 你那都是 对 总有一个中标 怪不得人家说 国内的这些 这个这个政府 就是卖什么卖地行为 都是跟香港学的 这个模式是跟香港学的 卖地 卖地 拍卖 这个模式 是了 对 可是这个 你说那 刚说的 对 我就说 这很像 但实际上 你这个利益申报 这个东西吧 是你别说坐那么高的官了 每一个香港人 你就跟普通人 他们脑子里都有这根弦 我印象特别深 我刚刚来香港第一年 就咱们在那个黄埔的时候嘛 就旁边不是有一个健身的地方吗 后天已经倒了 他那个教练 有个私人教练 我们就是反正我觉得 他人还挺不错的 我有一次就说 哎 我要到哪去出差啊 我说哎 给你带了一个那个小纪念品 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 你知不知道这个要利益申报的 这个要多少 当然他有点半开玩笑啊 但是他们就这么一个很 就是不是官府的人 他都知道说超过多少钱 我这个是有利益 有这有冲突 对 你在这个一点上讲 哎 家伙我跟你谈谈 是不是曾荫权 呃 对于他来说 是的确有不谨慎 不谨慎 按说他长的模样 像是个很谨慎的人 呃 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跟我们内地 某些粗线条的人相比 这些都是小小事 他可能就没当回事 但是呢 我记得就当年20年前 我刚到香港工作的时候 我明显是发现香港 连一个公司里的员工 在这种问题上 都非常的谨慎 就比如说 我记得我刚到香港 我去参加一个那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完了之后到这个11点半 就是发完了材料就散了 我说哎 不管饭的 我当时就觉得 因为我刚从那个内地来 我说这红包不给 红包不给 连顿饭都没有 那当然 他说啊 我们香港是这样的 那你我要招待新闻媒体吃饭 那就是 对 有这个利益输送 我说他是这样的 没有那不用我说嘛 法庭都定了罪嘛 那当然这是不谨慎 反而是好奇是说 你刚说的 他做了几十年的贡献 也这些规则 他都懂 对啊 为什么在 人就是一个贪恋啊 甚至有人说用了四个字 说他物交玄有啊 就说他当了特首 到了官位 某些人身边的越走越近 他们给你说一些话 给你一些建议 你第一次拒绝 不行不行不行 到最后 而且别忘记啊 现在按情所说的什么东海花园 要来退休的 你到了老的时候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没想到要买什么棺材好了 楼舟墓还是什么墓 到你差不多的时候 你才会想 那个准备退休啊 哎呦 我本来当特首 我有个养鱼的金鱼 井里嘛 对吧 多少平方米的 多少平的房间的房子的 我现在也老了退休了 那一来了 我需要这个东西 二来 那个优惑来 你本来有的贪恋 就抵挡不了了 我觉得从教角度看 比较好 你比如说 他这个 好比说坐别人一个飞机 坐别人一个游艇 我觉得他没意识到 这有什么问题 有的政治家 还就是挺喜欢 跟富人在一起的 你像法国 那个萨尔科奇 后来被人家说 他一赢了 就是去游艇上 去开香槟 马上这个新闻一爆 后来很多人都 都对他就很反感 曾英全以前有一些传闻 但我不知道 你是香港人 可能更知道 就说他是很钟爱 那些什么名表 那些就是 他对这个奢侈的这些东西 是特别有 就特别喜欢的 然后呢 那你说他结交的那些人士 那么他可能对于 那他作为特首来说 我觉得他可能 知道这些事情当中 是有问题 但是他可能觉得 他的计算是 这个东西不足以为证 就像你说 有些环节 他可能觉得 不一定有人 能够拿到这个证据 或者说 你怎么能够证明 前因和后果 那但是呢 可能有人在收集 他的证据就不知道了 其实我老觉得 他这个 还是一个特典型的香港人 就那种精打细算 过日子的香港市民 他还真的是 但是只不过呢 当了大人物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其实我觉得挺有这个 事事变化很快的 就是你看 我看我们那个内地的网友都说 曾英权被判罪这个事 反而证明了 这个香港的这个法制和连结 这么点小事都搞这么大 但是其实我后来一查 人没有多长时间 香港所谓的连结的名声 几十年前 这197几年 香港还是瘫的 那家和黄独独 瘫的不得了 各政府全政府都瘫 你看这个变化 现在才是2017年 这才几十二三十年的时间 刚好四十年 你看就是据统计 截止到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初 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香港的警察部门 每年从黄独独所获得的贪污 贿金可达十亿港元 汇丰银行都自探不如 你说当时 佳辉应该经历过那个年代 我还小了 可是看新闻 那年代就是这样 黑警不分的 做所有事情都要给红包 然后警察里面有黑社会 黑社会里面很多警察 跟他们合作 后来关键就是 我们都知道 年镇公署的成立 很多事情是不能回头的 因为这种事情 年镇公署成立 你看 第一个 因为当时香港是殖民地 我说干就干 对不对 不需要什么经过激训 什么这个 没有这些程序 不然的话 当时的黑社会 当时的警队的那些坏蛋 一定会动员 反对人 对那点是多大的阻力 集团是 对呀 然后他就说 然后就算是这样子 结果呢 还引起警察暴动 抗议嘛 对 抗议那个廉政公署 警察起来抗议 集会 抗议廉政公署 然后抗议之后呢 那英国人才说 好吧 既往不救 光是也是因为殖民嘛 那时候大家觉得 哎呀 那些洋人嘛 你说什么就什么 他说过往不救 就过往不救 现在能吗 比方说现在再来一个 好吧 我们解决以前的问题 既往不救 不行啊 现在很多的各方的 各方失点的 对 会来 会来 动员反对 所以有时候 在那时候能做到的 现在不一定做到 而且那时候真的很严 我意思是说 比方说 从小 我们看 有人来我们家 修什么火炉 收水龙头电话 给人家五块钱 红包是应该的吗 人情嘛 结果 有人报了 就真的抓 给钱的人也抓 收钱 我是听说 当年就说 香港这个护士啊 给你打针之前 都得收钱 收钱已经扎死你 打到一半年 还是说 对 他就会继续 我记得我在香港 公共汽车上 看过有个广告 也就是讲 大家要跟那个 廉政公署说 然后他一个 他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说我爷爷那一代 就是被人家骗 被人家要去交红包 到爸爸那一代 怎么就开始改变 到我这一代 不能忍 我们要怎么样去 这个举报 看到就要举报 我当时特别奇怪 我看了那个电视广告 我就流眼泪 我觉得 我是觉得 那么短的时间内 可以促成那么大的 一个改变 这个力量特别的感人 那你刚才说的 就是既往不咎 我忽然发现 这是在转型正义当中 其实特别明智的一招 但是你要强大到 你可以管控这个东西 你说话 就是你说了算 我划一条线 你既往不咎 因为有的时候 你再咎下去 你引起社会更大的 这个混乱 你是得划一根线 但是这种没办法 在其他地方做 因为必须是 拿个林带的香港 那个时候英国人当主子 英国人说这么办 就这么办了 你像现在咱们 比如说证监会的刘世瑜 这些在讲话 我就发现 这些大恶 害人虫什么的 吓成什么样 就是说 你所有的交易 你要知道 今天这个时代 全部有记录 不但是电脑出现之后 你的任何交易行为 打款这些行为 全都记录在案 而且在用纸的那个时代 我们的档案都留着 我就觉得 这些个 他管这些个大恶 叫什么呢 害人虫 还是叫什么妖精 什么什么的 就这些资本大恶 就是说 大数据的时代 一切都记录在案 20年前 你以为你的一个交易 查不出来吗 对 现在又追 很好追 所以对于香港的情况 其实还有人有一个说法 虽然说既往不救 或许可以技术上面 解决一些问题 大家重新出发 可是以前被摊的财 以前英国人 摊走很多钱 英国的企业官员 转型正义 要不要追回来 摊了好多好多 对 我说他这一年 十亿十亿的 摊走了的就算了 对 之后很多地方转型正义 其实没有做到 香港很多问题